灵性成长 第十五章 成为光源 冥想练习 这个冥想的目的是揭开五支的面纱 它会帮助你想起你是谁 并看见自己更加无限的一面 你可以单独的做这个冥想 在心里面回答这些问题 或者是录下答案 写下你的回应 首先我们要进入大我的状态 做这个冥想 请你坐下来 闭上眼睛 慢慢做深长的呼吸 吸气 吐气 放松 让自己的心宁静而稳定 放松你的脚 脚趾 脚踝 放松小腿 膝盖 放松大腿 放松 臀部 背部 下腹部 接着放松 背部 胸部 肩膀 放松 放松你的手 手指 手肘 手肘 手臂 并来到了脖子 放松脸 脸上的肌肉 头 感觉自己完全的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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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调整你的坐姿 让能量更容易的通过你的脊椎身体 现在呼请你的大我 看见你的大我 是闪耀亮眼的光团来到你的身边 感受它的爱 以及光芒包围着你 邀请它与你融合成为一体 现在感觉 它与你融合在一起 感觉你的细胞 与它连结 你的身体正在发光 而你成为了你的大我 想象 想象你就如你的大我 如此的有智慧 现在 感觉你的想法清晰而集中 你的情绪 你的情绪宁静而安定 请你问你自己 我是谁 在心里面接收 浮现的答案 或者是将它写下来 或露下来 你会让你来做的 你会让我来操作 你会让我来看 但是你会让我来看 你会让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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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我从何处来? 第二个问题,我从何处来? 第三个问题,我为何而来? 第二个问题,我从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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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强调不同的字眼,例如,第一次你可以说,我是谁? 第二次说,我是谁? 第三次说,我是谁? 重复这样的次序,几次,尽可能的保持想象力,游戏的心情和创意来回答问题。 你想问多久都可以,当你完成回到你的房间来,花些时间回想你接受的洞见,或者是将它们记录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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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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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